大家好,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好的,能听到就好。 那现在呢,距离八点钟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天呢,也是星期天宣布这个阶段四之后的第二天吧,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家里啊,过得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吃好,喝好,睡好。 那今天的墨尔本那个天气也是非常的反常,今天早上我看起来的时候是晴空万里啊,一到中午左右那会儿开始狂风大作,然后下午呢又放晴了,刚刚晚上的时候看有些地方可是开始那个下冰雹了,我看的时候没有吃好,没有吃好,那就在家多学学该怎么做一桌好吃的,或者让家人帮忙做点好吃的。 那疫情期间没有办法互相照应的情况下,那点外卖,那现在其实说实话外卖呢,也不是说那么安全啊,那最好的情况当然还是自己在家,随着多做一点吃好吃的,然后多囤一点东西吧。 那晚上我看到这个刚刚刚又开始下大雨,那国内的新闻嘛,因为我是浙江人嘛,然后是沿海地区的,我看昨天呢我老家那边也是深受这个台风的袭击,那在我们老家那边昨天晚上登陆之后呢,很多城市都出现了这个城市里面的内涝。 好,然后我刚刚啊就开始上线之前呢,看到一条新闻说,我们老家那边有一个地方呢,一个小区,它的那个落地窗,就是它的邻居,对面的那一栋邻居啊拍过去,对面的那一栋呢,好几户人家落地窗全部都被吹碎了。 那我看到新闻说,有一个女士在11楼在昨天晚上去试图台风来去关窗的时候,结果直接被这个落地窗吹碎了之后,连着落地窗一起吹碎到了,就是从11楼坠楼,所以就是不知身亡也是比较惨啊。 在这个2020年这个,怎么说呢,呃,耿子年吧,也是希望大家呢,呃,别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吃好喝好睡好,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跟家人在一起,这是最,呃,最真诚的一个愿望。 OK,那8点钟开始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呃,OK,这是网课,今天是我们是网课,其实很多人最近在问说哈,我们这个网课和直播到底有什么区别,那网课的话,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参加过我们这边的网课是,呃,固定时间,我们已经做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每周,现在是每周二四的晚上的是常规的网课,那周三的直播的话,大家看到我们形式呢,也会比 比较,呃,多样,呃,有人说dark screen看不到屏幕吗,能看到我的屏幕吗,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吗,现在,OK,可以是吧,OK,那我就继续讲了,那,呃,呃,呃,刚刚说到说网课和直播的一个区别啊,直播的话,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的形式呢,是非常, 多样的,那是有我们两位分析师,有些时候是Jacky跟Allen,然后有些时候是Jacky跟Joy,那我之前呢,跟Allen跟Joy呢,也都搭档过来做一个这个节目,那也是希望呢,通过不一样的一个形式,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知识的同时,或者说一些金融消息的同时呢,也增加一些趣味性,那相比于直播来说,可能网课有些人会觉得啊,相对会枯燥一些,但是呢, 那干货绝对是满满的,或者说干货肯定会比直播要来得多,所以呢,大家呢,当然因为每一场直播啊,或者说网课都是我们精心啊,去准备的,所以呢,大家也没有说必要说,哎,我这一期参加了,我下一期就不参加,可能觉得内容差不多, 那基本上每一场活动,信息也好,包括热点话题也好,我们都是根据当时当天的一些热点话题来及时更换的,也是希望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做交易,做投资的过程当中呢,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信息点和这个信息,那开始之前呢,做一个风险提示,老生常谈了,就简单的带过,所有呢,我现在网课讲的信息啊,都是一般性的建议,不涉及到具体的, 金融产品的,或者说,这个个人投资建议,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去,这个ASIC,就是澳洲的证监会的官网,去查询关于我们GoldMarkets的牌照号码和业务范围,那GoldMarkets呢,目前是实行这个资金安全隔离,是实名制的,所有我们的资金呢,都是根据澳洲的证监会要求,放在澳大利亚的国民银行里面,并且呢,实行 严格的资金分离制度,并且这个账号呢,是由澳洲证监会来监管的,并这个客户的资金呢,跟公司的资金是完全分离开来的,那并且呢,每日还会跟银行进行审核和结算 OK,那现在呢,这个星期天啊,刚刚也跟大家讲到这个靴子啊,终于落地了,因为前上周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有在讲说,维州要进行封城了 那,但是呢,一直这个没有宣布,星期四的时候啊,星期天的时候也终于宣布了 那,因为呢,昨天呢,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安德鲁州长呢,也是宣布了在这个六周阶段四封城期间呢,可以去工作的这个工作场所 诶,我看到有人说no sound,没有声音吗? 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的是吧,OK,那就是没有问题,可能是,可能是这位,这位听众这边的一个问题,您检查一下麦克风的音量啊 那,我们公司呢,也很明显啊,不是属于这个,这个三个,怎么说呢,business category里面就是说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三个等级里边的 所以呢,很可惜的是啊,这个我们今天早上呢,跟同事之间互相通了个视频电话 那,很有可能我们接下来公司星期三的直播呢,会换一种形式来跟大家见面 那,也是非常感谢这段时间以来,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因为其实说实话,可能大家也平时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坎坎儿谈啊,这个引经据典啊,各种 但是其实下来的时候是需要很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准备的 包括阶段三的时候,很多,像是我们的同事Ellen,他住的比较远嘛 那,要坐火车过来,来这上班,那其实,或者说做直播,其实相对来说冒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也很开心啊,看到就是这个直播做了那么多期以来,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反馈 然后呢,也是希望之后啊,即使我们这一次因为阶段四的影响直播活动的形式可能会有所更改的情况下 也是希望可以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那如果大家觉得说我们讲的不错的话,也欢迎呢,可以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感兴趣的亲朋好友 那也可以希望获得,呃,这个更多的一个动力嘛 那这个是可能阶段四之后,呃,我们这边直播活动的一个更改 但是呢,我们依然啊,所有的工作人员,中国,呃,这个GoMarket的中文部,依然都是,呃,这个风雨无阻啊 每天早上九点在这个电话前会等候大家的电话,咨询电话也好 或者说询问各种各样这个行情电话也好 到一直下午的六点呢,我们都是Work from home,在家办公的 所以没有必要,所以大家完全不用说担心说,是不是阶段四我们都找不到人啦 或者说,呃,是不是没有办法打我们电话跟我们联系啦 其实这方面大家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 那我们都是早上九点到六点都是正常,呃,上班的 那打电话也好,微信也好,小助手也好,都是OK的 那这个呢,是阶段四 我们现在可能工作,呃,有影响的和没有影响的一个方面 那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信息内容 第一个呢,是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这个TikTok 就是现在当红炸子机这个抖音的海外版TikTok 那现在其实,呃,我之前也大概去下了一下海外版的TikTok 那可能是之前抖音在国内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是一个模式 那基本上都是各路大V或者说普通民众记录一些自己的生活 或者说拍摄一些比较搞笑的视频为主 那现在呢,其实TikTok在美国也好,北美也好 或者说其他国家像是印度,呃,在前几周也是禁止了TikTok在印度的,呃,因为政治上面的一些原因 也是禁止了这个TikTok在印度的,呃,这个运行 那现在呢,TikTok又是在美国,尤其是在上周的时候 特朗普呢,是呃,执意要这个ban 就是说禁止,呃,TikTok在美国继续下去 那因为我说是关于这个数据信息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 那其实TikTok作为中国典型走出去的民族之光啊 它现在应该是受阻于自由美利坚啊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信仰的是自由市场嘛 但是现在这一次的话,呃,怎么说呢 呃,微软这一次是伸出了这个橄榄枝 是需要这个,是想要呃,购买TikTok或者说并购TikTok呃,这个情况 那根据路透社上周的报道呢 这一次的交易啊,很可能能够高达500亿美元 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呢,微软在呃,零,我看Skype是一,Skype是一一年收购的 过去这十年当中呢,TikTok应该是这个微软这五个收购以来最贵的一次收购 那呃,微软其实大家应该很了解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办公软件其实都是微软的嘛 但是其实如果再去深入去研究的话 其实嗯,怎么说呢 微软它整个业务发展的模式 它不像是于澳,呃,这个美国其他的一些科技巨头 像是Google,Google它有YouTube嘛 那Facebook更不用说了 是社交,呃,社交之王 像是Instagram也好 呃,或者说在Facebook本身也好 WhatsApp也好 它都是,呃,这个社交媒体非常强劲的这个,呃,科技公司 但是微软的话,它一直还是在这个业务版图上属于比较,呃,不太贴近 就是消费者生活的 像是办公软件啊,这些或者说LinkedIn 因为LinkedIn的话,它有一点点像是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商务社交软件嘛 那真正深入或者说渗透着或渗透到大家的生活当中 其实LinkedIn没有做那么好 那在那11年的Skype就更不用说了 Skype这几年一直走的是下坡路 那甚至呢是被质疑为 Microsoft,Microsoft微软,微软这么多年以来 做的最差的一次交易 那现在呢TikTok这一次的情况来看 我们看到根据昨天啊最新发布的一个消息 那我从CNBC或者说Bloomberg那边看到呢 这个特朗普呢也是给了TikTok和微软的最后期限45天 也就是说在9月15号之前 微软必须要完成TikTok这一次的谈判收购 如果9月15号之前啊没有能够达成这个谈判完成的话 那TikTok就会完全在北美被禁止 所以这个呢应该来说怎么说呢 对于TikTok当然也不能说算是一个好事吧 因为这个是属于走出去的这个品牌企业 前有大家也都知道前有华为有中心 现在后有TikTok都是走出去的民族品牌 受阻于这个美国市场 但是呢这个其实也给很多的中国的科技企业 在走出去的道路上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像是这几年啊 中国很多的社交媒体网络都是做的非常的好 TikTok呢可能其中只是一个 那像是其他的快手啊 或者说我们一直都在用的WeChat微信啊 这些其实都是做的相当的不错 那反观美国的一些科技啊 这科技网络关于社交媒体的软件来说 其实他的深度往往做的没有像是 呃这个TikTok或者说微信 呃这些做的那么强 那我们都知道微信它有支付功能吗 那TikTok国内的这个抖音 他甚至是有卖货功能的 因为原来他最早最早的是带货嘛 大家看视频也好 看这个呃大V网红也好 那他需要有一个引流到其他的淘宝 或者说其他的售卖的这个呃APP上面 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看到 TikTok就直接可以有一键买同款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的流量变现的形式是非常非常快的 以至于现在其实Facebook是如临大敌 因为呃YouTube的话可能还好 YouTube它是直接通过你观看你视频的流量 卖广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流量变现 那Facebook的话他不管是Instagram也好 还是他自己的Facebook也好 他只能是卖广告位或者说我们说的硬广也好 软广也好 他目前还没有渗透那么强的一个功能 那呃可以说抖音应该是开启了所有社交媒体网络的一个新 或者说转变的一个新形式 呃那现在呢TikTok是在这个美国啊是有一万一亿的这个呃有一亿的活跃用户 根据这个上两个月的一个数据显示哈是非常厉害的 那如果微软啊如果能够拿下TikTok在9月15号之前达成呃这个谈判协议的话 那可以说是助微软一臂之力 那就像刚刚提到的微软呢现在仍然是呃总的业务范围 仍然是属于高大上的一些办公软件这些呃产品 那他没有真正深入到所有的消费者心中的这种能够被大众了解的这种呃呃产品 那TikTok呢很有可能能够帮助微软打开呃就是说Consumer Service就是消费者服务 那这个是一个那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说微软可以通过TikTok 他强大的目前一亿活跃用户的一个客户的base 来呃这个形成就是刚刚说的流量变现 那不管是通过呃TikTok中间安插类似于现在国内抖音版的这个呃买卖 就是一键买同款这样的功能还是说可以通过一些大VR网红啊来投放广告也好 那我相信呢都能够给Microsoft微软呢带来足够的现金流和收益 那这个是一个方面那这个也是解答了说呃这个最近的这个比较火的抖音 呃海外版的海外海外版的抖音在美国发展受阻嘛 那这个呢其实也会涉及到之后很多就是中美企业之间的战略博弈 因为现在的这个中美贸易战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18年那会儿的你一言我一语 然后特朗普在发个推特然后导致股市下跌了 这个现在已经开始这个真真枪实刀的实刀的干了 那呃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呢呃尤其是现在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来说 像我们之前也看到呃这个NIO就是呃这个NIO的那个那个车车中文叫什么来着 未未来汽车对那像是未来汽车也好 那呃呃的这个包括阿里巴巴也好 很多呢可能都会回流到中国的港股的一个市场 未来呢可能我觉得也会是一个趋势 那说完这一个热点话题啊我们再来聊一聊 现在可能呃大家关心的这个阶段四之后呢 呃或者说美国那边啊大家看到这个疫情呢也是日益的增长 我都已经对这个他们国家的数字就是受感染人的这个数字都已经说实话有一点麻木了哈 那呃现在的失业率呢当然也是节节攀升了 尤其是澳洲来说因为那墨尔本啊维州这边吗 那已经阶段四之后呢呃但是我们看到政府呢是在上两天也是宣布了新的job keeper 还有给一些business一些新的我记得应该是5000块钱的一个补贴 那像是这样子做一个支持 那本周呢如果大家做美国啊相关的货币或者说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波黄金上涨非常猛嘛 那但是在上周呃下下半旬的时候呢到这两天呢 呃黄金基本上是在198080多美金到1960多美金附近这样子震荡徘徊 那相对呢这一周啊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信息需要去关注 那一个呢是8月6号哎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周四 当天呢是有一个10点半的呃初请失业金人数 也是呃反映这个失业率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所说的这个呃大飞农了就是星期五 8月7号晚上美国呢也会公布失业率和季后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个人一个人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值是480 现在预测呢是只有165 那如果预测如果实际公布值啊会比165好的话 那这个呢是利于利多美国的这个经济或者说是美元的 那反之呢如果是小于165的话可能会对短线的美元又会造成一定的打压 那这个是呃关于这个失业率啊 那很多人会说啊关于这个失业率为什么失业率这么高都已经到了当时08年金融危机 可能比08年金融危机还要就是呃数字还要大的时候 为什么感觉好像股市依然是这个一片长红啊 那其实08年呢金正我们说啊对这个金融行业造成的一个打击 或者说影响是呃实实际的一个打击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企业都破产了 那很多人失业那彻底是没有任何工作 因为你连工资都没有了更不要说再就业了 那现在我们至少看到虽然很多的呃公司也好 或者说生意也好已经shut down了 但是呢目前至少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呢都是暂时的 那公司既没有宣布破产 也不是说长久的都不存在了 那政府的呃这个补贴呢一直都存在 那其实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可能目前疫情对他们的打击 可能是呃舌了个腿或者说呃呃舌了个手 那呃但是呢这个其实还是伤筋动骨100天嘛 那很多投资投资者还是会相信呢100多100天之后啊 这些公司还能会继续跑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这个大家也是呃比较关注的说关于这个澳洲 或者说这个关于技术方面的一个分析哈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澳洲的一个行情呢 基本上在6000点上下就是不上不下已经有两个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情况 呃基本上是从6月初开始啊 差不多是在6200点左右 那就是可能澳洲的股票现在基本上可能是满6000减100 或者说满满6000减200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从6月初开始到现在8月初也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一直是在这个区间内徘徊的 那我可以给大家画一下他现在的一个情况 对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是在6100多到下方的一个 5800的一个这样 哎 5800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徘徊 那大家呢就会比较考虑说那我手中买了某一些股票 或者说某个指数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行情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当然很多的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软 一个方法就会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呢就会简单介绍一下MACD 这一个最简单的呃或者说比较适合新手来看的一个这样的技术 分析我把这个删 我把这个删掉 那MACD的话我这边呢就不多做介绍 他是怎么得来的又是什么名字了 因为这些最基础的信息大家都大家都可以在谷歌 或者说百度上去搜索了 那我们今天要实际要讲的内容呢是关于在应用当中 实际的应用当中我们如何来看 或者说如何来看他当时的一个趋势 那现在呢我给大家放出来 ASX200呢是以天线 就是说代表是一根柱子 是代表当天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情况 那相对应的呢下面是MACD的能量柱 每一根柱子呢就是代表了他的这一个时间 同样时间的 因为他是天线嘛 那同样时间也就是说当天的一个买 买方或者说卖方的一个力量 他代表是能量的强弱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今年的疫情爆发之后啊 在2月24号之后呢 SX200呢是在触及了当时最高接近1170多80左右的一个价位呢 之后一路狂跌 那相对应的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MACD的能量柱呢 也是在当时慢慢开始萎缩 那到开始升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MACD的能量柱这边是零轴嘛 零轴它是能量柱到了零以下 那证明呢卖方的能量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卖方能量里面 在这个2月26号之后到3月23号这一期间啊 卖方的能量柱是一根比一根强 那我们相对应从股价上呢也可以看到 那SX200的股价呢也是一天比一天低 那至少证明了在这个时候 它的卖方力量是最强的 但是呢在3月23号之后啊 我们看到这个卖方的能量柱呢 一根一根开始萎缩 并且呢一根一根比前一根啊还要小 所以呢我们再看到在5月十几 12号左右的时候呢 卖方的能量柱基本萎缩为零了 那相对应的我们就能够在股价这边开始体现出来 在横盘在4月份到这个 5月12号之间横盘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SX200 它是重新开启了上涨的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12号13号之后 从53005200多5300点呢 涨到了最高的6100点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相对应的这个在站在零轴上方的能量柱呢 也开始一根一根比另一根还要强 所以说呢这个是关于MACD怎么来看目前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SX200 那我这边呢再给大家挑选一下其他的产品吧 我们就以 A50 A50来做一个分析 OK 那A50的话大家看到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在3月初的时候呢开始一路下跌 那我们看到在3月初的时候 它的能量柱呢其实已经开始体现了 因为它一根一根开始萎缩最低到了零 那到3月底的3月23号同样的时候也是出现了一个深跌 那MACD的能量柱呢也是在零轴以下出现了一个最长的一个 呃负轴的一个负值的一个能量柱 那我们再看到同样在差不多4月20多号的时候呢 能量柱开始下方的能量柱开始慢慢的萎缩 然后出现在了上方 那一直到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在7月初的时候哈 也是我们当时呃我那天跟Allen吧 我记得7月1号的时候那一天Allen 我跟Allen在那个星期三晚上做直播的时候 呃在直播的8点开始的前10分钟左右 给大家重点讲解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要开始入场A50的呃 一个时间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能量柱呢一根比一根强 一直到呢在这个时间是7月6号能量柱呢是达到了最呃这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呃即使呢这里的股价达到了最高 但是呢能量柱依然没有萎缩 那就证明在这个期间在这一段时间的买方力量依然是非常强劲的 那我们可以根据目前的顾比的复合均线也可以看到目前的短期居士趋势呢 在前两周调整之后呢呃现在已经重新聚合到了一起在寻找一个方向 那大家熟悉顾比均线的朋友们都知道如果短期均线他需要聚合呃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呃趋势的一个逆转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呢呃这一段时间呢是这个是长期和短期均线聚合了之后 然后重新然后开始了下跌 但是呢在这一块呢我们看到短期均线重新聚合了之后开启了上涨的一个趋势 并且在这一段这一段都是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A50啊在这两天的表现呢基本上也还是不错 那呃其实我自己个人来说一直还是非常看好A50的 但是呢我们在A50目前的一个交易策略当中啊还是应该要呃这个逢低做多 呃这个如果是说呃如果做空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呃会设好止盈止损或者说小单来做空会比较合理一些 那这个呢是呃MACD的情况 那同样的呢其实MACD啊也可以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呃股票里面呃可以做多也可以看空 但是呢MACD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不适合短期交易者 就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日内交易者或者说你是一个平凡交易者 那如果那光看MACD的话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MACD的话的趋势是很容易被改变的 那至少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这边不是刚给大家看的是天线吗 那其实很多情况我们还应该去看一下四小时图呃或者说是刚刚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小时图 但是总归来说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指标我们都应该去考虑一个从大的原则 从从大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可能经常听我们说哎现在一分钟级别上怎么样 五分钟级别上怎么样 三十分钟级别四小时级别或者天线级别 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听的时候都是一头雾水 那大家一般做交易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日内交易或者说你单子不会放的很久一天两天三天的话 那参考的信息比较多的呢会是讲是五分钟十五分钟三十分钟一小时或者是四小时 那如果大家做的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打算的话 那么看的比较多的就是四小就是呃这个一小时四小时天线周线就甚至是月线图 那只有你综合了所有的信息的情况你才会得出一个呃相对于比较合理的一个上涨还是下跌的结论 当然到现在为止哈 就呃这么几十年股市市场也好 金融市场也好 目前都完全没有得出一个 嗯 葵花或者说万能宝典吧 没有一个技术指标是完全能够百分之百保证你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呃 能够获益或者说能够收益的那需要做的呢 就是说结合自己的一个操作操作经验或者说交易经验也好 去理解这个产品对于这个这个产品对于这个技术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运用方法 因为我们真实你运用到这个交易当中啊 可能每一个交易产品他对于技术指标的适应程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有些时候可能会发现我同样用MACD刚刚看的能量柱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看黄金跟我看某一个黄金的股票是完全不一样 得出来的准确率我或者说我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单做交易 得出来的准确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需要大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啊 来去自己总结归纳的包括我自己的话可能跟其他很多人得出来的一个交易结论都会不一样 或者说大家如果真的之后自己慢慢运用到自己的交易里面 可能会发现跟我coco我今天说的也不太一样 那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大家一定要把相对应的这个交易策略或者说技术分析啊 演变为是自己的一个知识 那这个呢是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关于MACD 非常简单的看能量柱 该怎么去判断他未来或者说一定时间内的一个涨跌趋势 这个是一个那另外呢想跟大家再来回顾一下 因为今天是星期二嘛 相信大家呢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看到了我们明天晚上非常大型的一个线上直播活动 是我们邀请到了戴若顾比先生来到我们星期三的直播的活动 来讲一讲他对于下半年他觉得比较好的一些投资产品 和这个对于中澳之后的这个关系 因为他自己本人是一个中国通嘛 我之前在去年我们GoMarket在11月26号的Glumweberley的大活动里面呢 当时也邀请了他作为我们的嘉宾 那现场真的是座无虚席 很多这个咱们很热心的这个听众啊 甚至都坐到了地上 然后听完了全程两个多小时的一个讲座 那他呢比较著名的这个技术分析的方法 除开我刚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的这个顾比均线 因为上一次我看我们的同事文医萨 也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这个顾比均线嘛 那如果还有大家没有拿到这个模板的话 也可以明天跟我们的小助手联系 那我们现在就简单的 因为这个我记得我之前也说过 简单的回顾一下顾比倒数宪法来寻找入场点 这个我记得我去年差不多也是11 12月份的时候 在网上在这个webner就是网课也好 包括线下的活动也好 也都跟大家分享过 但是呢因为明天想着这个顾比老先生要来了嘛 想说给活动预个热 那大家呢也可以温故而知心 如果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顾比倒数线的话 也可以呢花时间来听一下 我们就简单的过一遍啊 那顾比倒数线法呢 它是运用在一段趋势内的一个情况下 我就这边以什么为例子好了 我看找一个趋势比较明显的 这样大家会比较好理解一些 OK那我这边就以黄金为例子好了 大家可能最近对于黄金比较关注啊 那黄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 是我放出来是天线图 那顾比倒数线法呢 是指啊在这个一段的趋势内呢 呃尤其是到了一定 比如说那我们看到啊 目前这一段呢我截出来的 目前呢我这一段啊截出来的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下跌趋势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从3月9号左右的时间一直到 一直到3月18号的一个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趋势 那在下跌趋势当中呢 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过程行情当中 不错过反弹行情 又寻找到比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场点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下跌趋势当中啊 去寻找一个最低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下跌趋势当中呢 这个我看一下3月20号的这个价格 7469美金 那这个呢就是在这一段下跌趋势当中的最低点 那确定了这个最低点之后呢 我们这边可以写一个A OK大家可以就是之后回去自己的话 也可以用MT5或是MT4来看一下 这边呢写一个A 之后呢再往左边啊 因为这是一个下跌趋势吗 往左边数两根 这是一 这是二 但是呢 你数的每一根啊 你的最高价格呢 都必须要比你最低点的这根A的最高价格要高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根 这一根呢符不符合这个要求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明显不符合 因为它的最高价格并没有比这个A的最高价格要高 那我们就忽略不计 这一根呢就忽略了 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根 这一根我们看到这个呢虽然是一根 呃这个红色的下跌的一个日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当天的最高价呢 是确实是比这个A啊 我们刚刚确定下来的A的最高价是要高的 OK那我们就标记为1 那同样的我们再往前数一根呢 我们发现 哎这一根它的最高价是不是也比前面的 我们刚刚确定下来的1 这一根的最高价要高 是吧 那就确定了之后我们这边就画一个2 确定了两根柱子的最高价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呢是最高价是在1554左右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554之后呢 我们可以往右画一个平行线 那只有啊在你的价格呢之后的价格 呃站上突破并且站稳刚刚给大家说的1554价格 那才会成为一个有效的固比均线的一个倒数线 倒数线法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呃在当时的这个A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低点A之后啊 那第二天呢 我们看到哎 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占上了 它最高的价格是不是1554之上 OK我们看一下 它最高的价格当天呢是到了1557.96 并且呢站稳了这个1557.96这个价格 那我们可以在第二天开盘的时候 就可以作为一个买入的信号店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固比均线的一个倒数线法的一个入场法则里面 确定好A之后 我们再确定了呃这个最高价格 比A要高的呃这个呃能量柱1啊 这个柱子1 然后呢再确定一根它同样 它的最高价比1的最高价还要高到一个2 向右呢划一根这个水平线 直到啊之后的一个交易突破 并且站稳了这个价格 那第二天的交易 交易日才是一个买入的一个时间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时间如果买入黄金的话 15601565左右的这个价格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弯非常好的一个 哦在这里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入场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呢 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上涨趋势 那就说明啊至少在当时三月份黄金下跌的这过程当中呢 顾比均线是起到了非常好帮助大家判断有效的入场信号点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呢就是顾比均线的一个入场法则 那当然我跟大家再啰嗦几句哈 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该怎么去判断了 那如果就像是我刚刚说的 如果啊这个往前数两根的情况当中呢 有一根的这个柱子啊 它的最高价格没有比前面的那一根要高的话 那这个就是无效的柱子 那同样的情况 如果在这一天触底了之后呢 第二天的反弹力度依然没有超过 刚刚第二根柱子最高价格划出来的水平线的话 也不能够视为是有效的入场价格的 有效的入场信号 所以呢这个是在运用的过程中 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这边呢就简单的给大家来回顾一下 顾比倒数宪法的一个方法 大家如果明天啊 想一睹这个顾比老先生的风采的话 也可以去这个问我们小助手 或者说问各自的客户经理该怎么去参加 那如果已经报名参加了的话 也欢迎呢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啊 或者说感兴趣的这个家人朋友们 那这边呢 接下来的这个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呢 我将给大家来复盘一下 我上周呢 给大家的一个交易提示 那可能大部分的客户都是我们 GoMarket的这个优客户嘛 很多人都能够收到我们 这个风雨无阻 每天早上十点钟发出的 当日的一个交易提示的一个短信 那如果还是收不到的话 也可以问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说 问各自的客户经理去了解一下 那在上周呢 我连续四天啊 发布了关于澳币对纽币 这一个产品的一个 交易机会的预测 那并且呢 四次里面我是三次完全正确 并且完全掌握了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的一个指引点 那只有在最后一次呢 就是星期五的时候那一天啊 当然我也不能说是全败吧 可能败了一半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当时啊 这个价格呢 被打到了止损点 但是呢 呃 事实证明市场的帮助 我在昨天实现了 实现了我的盈利点 当然这边说再都没有用 因为已经被打止损了嘛 那我今天呢 就要来这个跟大家来 回顾复盘一下哈 我的75%剩在哪里 但是我的25%的一个败率呢 我又是在败在哪了 那呃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大家回顾一下 或者说翻一下这个上个星期 大家收到的这个交易提示的短信哈 我这边呢 呃 也给大家去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排列 那方便大家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时间 呃 还有当天发布的时间都是在十点钟左右 上周二 三 四的一个时间 还有五的时间 那我都可以看到 我在上周二 在看涨 AUD NZD 上周三 也是看涨 AUD NZD 这个产品 那上周四 看涨 AUD NZD 呃 上周五 那这一次呢 就是我 呃 这个实现了一半 或者说败了一半的这个交易提示 呃 是看空 AUD NZD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呢 就可以来简单回顾一下 那在上周二 7月28号的时候呢 我这边给出的交易提示 因为我们这边发布的时间是十点钟吗 但是正常我们看完盘 或者说得出来的结论 可能就是九点多一点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天呢 我在九点多一点的时间啊 给大家这个总结的交易机会 在啊 澳币对纽币啊 看涨第一目标位是1.0714 第二目标位是1.0740 止损呢 1.0670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天的一个行情的走势 那我这边呢 刚刚呃 在这个准备之前 我还特意弄了一个一小时图 想说大家可以方便看一下免得 我到时候找了一团乱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7月28号的 这是7月28号的四点钟 那我们可能会稍微往前挪一点吧 因为呃 这个是平台时间嘛 平台时间跟我们现在相差是七个小时 平台时间现在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13点41 那我们这边澳洲的时间是20点41 也就是说差了七个小时的时间 那如果我早上九点钟看盘得出来的一个交易结论的话 那可能是在澳洲的 或者在平台时间的7月28号的两点钟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当时呢 我在这个价格的时候呢 是看涨啊 这个AUD NZD到0.7140吧 我记得刚刚说的是 没错 刚刚呢是看的0.7140 第二目标价位呢 是1.074 呃 1.0740 第一目标价位是1.07140 第二目标价位是1.0740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天呢 我刚是开始看的时候的这个价格呢 是在1.0700 正好是差不多在1.0700的一个位置 那看到第一目标价位是1.0740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差不多呃 14点的一个空间 那第二目标价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呢 当时我看到很多我们的投资者啊 我这边的客户呢 是达到这个价格止盈出厂了 那当然也有一些客户呢 他放了一些啊 这个放了好几张单子 那有几张单子呢 他设的是第二目标价位 也就是说1.0740 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丝毫触碰 我刚刚给的1.067 0.67的一个止损价位 就一路狂涨 涨到了1.0740 我们可以看一下 1.0740 对OK 就当天呢 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涨幅 我们可以看到 澳牛是一路狂涨 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当天呢 很多我们的客户 只迎出厂之后 也非常的开心啊 那我自己呢 也非常的开心 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当时 做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呢 我们看到澳牛呢 从7月21号啊 这边呢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下跌通道了 但是呢 在7月28号啊 或者说这个趋势 其实在7月27号 就已经形成了 当天的突破了 这个下跌 我给大家 大概画一下 这边呢 是一个比较 这边呢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下跌趋势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7月27号 28号的时候 是非常明显的突破了 这个下跌趋势呢 开始往上攻 所以呢 我给大家的一个趋势判断是 它是会继续上涨 OK 这个呢 是达成了 第一天7月28号的一个 呃 7月28号的一个 当时给出的一个交易建议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7月29号 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 当时呢 给出的交易建议是 看涨第一目标位 1.0670 第二目标位 1.07 1.076 第二目标位是 1.078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7 刚刚说的是7月几号来着 7月29号对吧 7月29号的两点钟 平台时间的两点钟 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是在这一根柱子 那当时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价格呢 是在 1.0749 我们就算1.075好了 那我当天呢 给出的第一目标价位呢 是看涨1.0760 第二目标价位呢 是1.0780 那非常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 1.0760 OK 达到了 1.0780 诶 差了那么一点点 大家发现没有 当天到了1.0793的位置 但是呢 它就回落了 但是呢 又没有碰到 我给的这个止损点 到了什么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了第二天啊 这个时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 达到了1.0780以上了 所以呢 这一轮呢 我们这个澳纽的一个交易啊 又是成功了 完成这一波的这个预测 那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天啊 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 是7月30号的时候 我又给出了这个关于澳纽的交易建议 当时呢 是看涨至第一目标为1.0790 第二目标为1.08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止损的1.076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7月30号平台时间两点钟的价格 7月30号平台时间两点钟 这是这个 OK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它的价格呢 是多少 是在1.0775左右 那刚刚呢 给大家说的是这个1.079和1.080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1.079在哪里 1.079 OK在这里 然后呢 1.080 OK也达到了 对吧 那所以第三天呢 也是成功预测了 关于澳纽的一个走势 并且呢 也是完全没有触及到 止损位的 那到了第四天啊 这个因为我的压力呢 也比较重 连着这个剩了三天啊 很多客户呢 需求的也比较多啊 就是说 一直来问说 关于 哎 可可澳纽怎么看 那在迫于这种 这个怎么说呢 压力之下 我又这个做了第四天的预测 因为这是正常来说啊 这个也是我要在 为什么错了25%败率的一个情况下 我要去做检讨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如果做了交易的这个客户 或者说咱们的投资者 应该都是深有体会 如果在行情不明确 或者说不明朗的情况下 我们宁愿观望 也不要强做某一些交易 那这样子会往往会导致 你的胜率 或者说你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那首先在星期五的情况下 第一个我就犯了一个这样的错误 就是我星期五在看当时的盘面的时候 虽然我觉得 澳纽涨了这一波可能会回调 但是呢 它其实的趋势还没有形成的这么明朗 但是我依然啊 还是做了这个交易机会的一个提示 那这个呢 是造成 这个25%败率的一个 一个情况的第一要素 那第二要素呢 我待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刚呃 星期五的时候呢 我说短线 因为呃这个澳纽还 大家也看到 他今天重新回到1.08了嘛 但是呢 我星期五的时候 我给大家提示是短线做空之1.07250 止损1.078 那我们呢 就要尤其的看准1.07250和1.078 我为什么 或者说为什么 我没有达成 或者说为什么 呃 7月31号的两点钟是在 哪一根线 OK 是在 这一根线 哎 不好意思 跑了 OK 我们可以看到 7月31号的两点钟呢 也就是说我在写边写这一条交易信息的时候啊 是在这一根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价格是多少呢 当时的价格是1.075 那我当时给出的这个做空的建议呢 短线做空的建议呢 是到1.0725 大家看到没 要到这个位置 但是呢 我设的止盈 止损 因为是短线做空嘛 虽然我认为这个澳纽还是会继续涨 我们今天大家也看到了 还是会继续涨到了1.08 但是呢 我当时给出了短线做空的 一个建议呢 是到1.0725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当时放的止损呢 是放在了1.078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时啊 这个在几点钟的时候呢 澳洲时间差不多晚上10点多 11点左右的时间 非常可惜的 他到了1.0781 大家有看到吗 这个位置 1.0781 1.0782的位置 比如说就错了 就是差了那么一个多点 两个点的一个位置啊 我就被打止损了 那这个呢 就非常非常的可惜 那这个呢 也是我当时 就是做这样子的交易判断 犯的另外一个错误 就是我没有设好止损点 因为我当时是想说 哎 应该差不多就行了吧 连着好几天 呃 这个都正确了 而且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 那呃 我心里的设想 我觉得应该不会到达 这个止损点的 但是非常有 但是我其实当时应该是 把止损点在网上提高到 1.0785的位置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 在昨天的时候啊 他的最低价格呢 是达到了1.071 1.071 那记不记得星期五 我给的提示 短线做空是到 1.0725的位置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哪怕再撑个 那么一个多点 两个点的距离 昨天我就会完美止盈了 那实现四连胜的 呃 一个这样的局面 但是很可惜 呃 我的四连胜呢 在星期五 差了十几个点 呃 被打败了 那这两天呢 我也是在重新反思 我要做的一个交易提示 也是希望呢 大家也是希望 可以给之后啊 大家带来准确率 更高的 呃 这样子的一个 连续性的一个交易提示 那说完了这个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啊 说完这个外汇啊 我们再说一下股票 呃 可能不少咱们的这个 直播的忠实观众呢 也有看到 7月22号 我跟Joy 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呢 做了一场 这个直播 当时呢 推荐了四只股票 分别是 也是大家都平时 非常呃 常见的四只股票 Walworth Cose Cogan West Farmers 因为当时第二波疫情 开始爆发嘛 呃 只是说还有 还没有完全到第四阶段 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Walworth Cose 和Cogan 和West Farmers 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走势 我们先看一下 Walworth 那Walworth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比之前我们 推荐的时候 价格要高很多了啊 7月22号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7月22号的 这个的话 有点不太清楚 我换一个图 OK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7月22号呢 是在 这个价格 是在这个价格 那是当晚嘛 那第二天呢 是在这个7月22号 晚上讲完的 第二天呢 是出现了下跌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啊 是到了将近40块钱 39块9毛8的位置 对吧 那也就是说 从当时的38块3 涨到了39块9毛 也是一个不错的涨幅 尤其是 Walworth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股票 这么大的一个股票 对吧 那大家都想说 哎 第四阶段 lockdown了 要去 这个囤货 也好 这个 采购也好 但是没想着说 买大家股票 或者说 即使我跟Joy 在屏幕前 深思历劫的 跟大家说 该买这个股票 很多人可能没有听 或者说还是去寻找 其他的交易机会而错过了 也是在我看来非常可惜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Cose呢 也是当天啊 我们7月23号 7月22号讲完 7月23号呢 出现了下跌 那当时呢 是17块7的一个价格 那到今天呢 是收盘收在了 10 呃 我看一下 18块9的一个价格 那他的涨幅呢 就远比 Walworth 要高得多了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另外呢 还跟当时 跟大家推荐了 West Farmers 那West Farmers呢 可能是这四支当中啊 我跟Joy推荐的四支股票当中呢 相对来说 比较差强人意的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他是线下之王嘛 那现在呢 因为疫情的影响 Bondings啊 Office Work啊 都是不允许被开了 都是不被允许开了 所以说呢 他相对来说 这两天的这个影响呢 也是比较大 那当时呢 我们推荐完的时候 可能价格是在46块1左右 那今天的价格呢 是46块4吧 我看到对 46块4 虽然没有大幅的一个下跌 但是呢 涨幅不是特别多 那这个是West Farmers 那另外一个股票呢 就是我当时推荐的 相对于West Farmers 另外一个股票 Kogan了 那Kogan呢 呃 这边的这个股票呢 就比较明显了 我们当时7月22号 23号推荐之后呢 哎 很多客户问来说 哎 怎么Kogan 你推荐之后下跌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天啊 终于让我扬眉吐气了 当时推荐的时候 价格呢 是在10 我看一下 17块出头一点 17块2吧 今天呢是占到了18块6 18块7以上 那这个呢 也是让我非常满意的 一个推荐啊 短短 你想不到两周的一个时间 7月22号嘛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回顾一下 我们在YouTube 我们在YouTube 或者说之前的报名链接里面 都有我跟Joy那一场直播里面的回顾 大家呢 也可以回去看一下 OK 那今天我主要讲的内容就到这里啊 就明天呢 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 刚刚就一直在强调 强调的星期三的 戴若顾比老先生的这样的这个 这个讲座 那现场呢 也会有 Mike 大家可能久违已久 可能很久没见的 Mike的同声传译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 看不懂啊 听不懂啊 或者说 英文不是特别好啊 这种情况 那 这个呢 应该是我们 今年以来 给大家带来的最大的福利了 因为很多 了解我们都知道 我们去年11月26号呢 在Glumweberley的这个活动啊 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是 座无虚席啊 这个 顾比老先生呢 讲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那Mike的同声传译呢 也是 传译的非常的 有意思啊 就是 滑稽中带的这么一点 睿智 那 最后呢 这个因为我当时呢 也是跟这个 趁着顾比老先生 没有走啊 我当时就抓着他 赶紧 这个拍了张照片 因为我当时 拜读了一下 他的这个 交易 小红书和小蓝书嘛 大家可以看到 我当时手里拿这个书啊 跟这个老先生呢 也是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呢 在最后啊 也是希望呢 这个 因为现在大家都lockdown嘛 那也是希望大家2020年 接下来的时间呢 能够一切顺遂 那 也是想跟大家呢 去 交流一下 或者说 分享一下 这段时间的心得吧 因为 这个lockdown不是要六周吗 那阶段四 那即使我们说疫情 如果能够控制的情况下 六周 六周之后 四阶段解封了 那会重新回到三阶段 那相对于来说会好一点 但是呢 可能很多的生意啊 或者说公司啊 还是没有正常运营 那至少四周 加两周 我们就初步计划 这个阶段三 会进行两周的情况下 那这样 至少还有两个月 也就是八周的时间 是完全待在家里的 那 八周 两个月时间 要2020年的六分之一的时间了 那从三 三阶段啊 三月份 这个今年墨尔本时间 三月二十多号 lockdown之后呢 到现在已经有 将近 已经有四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了 那其实呢 我自己在这段时间啊 也是 感悟比较多 因为人生 或者说我们这一辈子啊 很少很少 有这么一段集中的几个月的时间 能够安安静静的坐下来 跟家人也好 或者说自己独处也好 啊 谢谢啊 我照片 照片对是挺美丽的 女生嘛 做点P图很正常 很正常 就不要 就不要这个 希望大家也多那 多多多那什么 对 然后呢 其实人生也很少 会有集中的这么几个月的一个时间啊 能够真正坐下来 自己享受这样的一个时光 那至少在我看来啊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怎么说呢 可以说随意而安也好 或者说 既来之则安之也好 这么一个人 那既然呢 时间已经 或者说这个情况 已经让你不得不去 坐下来 去自己享受这两个月的时间 那干嘛不用这两个月时间去 享受时光 或者说学习一些心机呢 那有可能是你之前 一直想要去看的一本书 或者说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去看的书也好 或者说你朋友圈里面一直收藏 或者说抖音里面一直收藏 想要学的一份菜 或者说一道甜品也好 都可以在这两个月的时间 花时间来去 好好的去享受 或者说跟自己身边的亲人 或者说家人来分享 那我自己呢 因为星期天 我一看这个州长 已经开始 已经宣布要这个lock down封城了嘛 那我就决定呢 去挑战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不可能 因为我之前是种啥死 种什么死什么 就是我是一个催蜡手 催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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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手 就不管什么样的植物 哪怕再好养的植物 什么多肉啊 我之前养过无数盆 但是都会因为莫名其妙 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是死掉了 然后呢 我就想说 那就这个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挑战一下 自己的不可能 培养一下自己耐心 去照看一个小东西的 这样的一个技能吧 所以呢 我去买了这个多 买了两盆多肉 买了一盆硅背竹 然后买了各种各样 什么葱啊 香菜啊 辣椒啊 这些种子 想说 可以希望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呃 技能吧 然后也是希望啊 大家可以好好的 利用呢 这人生难得的 两个月的时间 该吃吃 该喝喝 好好享受生活 最好的情况下 可以学习一门 一门这个新技能 或者说 多学一道菜 多看一本书 来好好享受 呃 我们这个两个月 跟自己 或者说跟家人的生活 好吧 那今天呢 我要讲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为止 那正好是九点的时间 那接下来呢 还是这个 嗯 跟大家的答疑时间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大家也欢迎在这个 留言区问题区里面提出来 好吧 OK 我看好多 咱们的那个客户很任心啊 给我推荐 羊羊翡翠木 绝对死不了 马蹄莲好养 好的 现在不是 帮你死关门了吗 那之后可能 阶段二 阶段三之后 帮你死 如果 再开门的话 如果我现在哈 买了这三盆植物 没有死的话 我会再去 买一点的 当如果他们 不幸夭折了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 没有再有什么动力去养了 然后我看一下哈 嗯 大家最近问的问题 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呢 我看一下哈 OK 我看到咱们说啊 这个为什么每天短信 都在十点后发 过五分钟 很多交易机会都没了 那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交易短信呢 是集合了目前 所有我们的这个分析师啊 来给的一些交易建议 或者叫交易策略 那因为在当时呢 因为每一个交易产品不同 它出现交易趋势 或者说 呃 这个涨跌也好 或者说分钟图也好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情况 那当时的趋势 如果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会再等一段时间 再发布 所以说呢 呃 有时候可能比如说 有这一条交易策略出来 但是其他的分析师呢 还在看这一个产品的趋势呢 那总的来说 我们会把它汇总之后再发布 所以呢 可能有些时候会导致 会有所延迟到十点钟之后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会在之后的工作当中 尽可能的赶在十点之前 给大家发布 好吧 然后呢 嗯 我刚刚看到说 CSL OK CSL最近大家问的真是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呃 作为这样子的一个龙头企业 是吧 那一直这么跌也不是个什么办法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的CSL 不过CSL在昨天吧 昨天前天总的来说 他这个稍微回涨了一点 但是总的来说 可能估计还是 目前可能在很多咱们客户的 呃 买入价格之下 或者说刚刚达到买入价格吧 因为他上个星期最低的时候 我记得是到过267左右吧 对 到过267左右的价格 对 没错 他上个星期呢 最低是到过267 那我们会看到 现在从这个6月份开始啊 看到虽然贵为啊 这个疫苗板块的龙头 但是CSL呢 从6月初开始啊 他一直股价要死不活了哈 基本上可能就在2007 280到3 甚至300都不到 290多之间的价格趋势震荡 甚至呢 上周还跌破了270的 这样子的一个支撑位 到了267 那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和今天的话 又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那其实我自己去使劲翻行 不管是financial review也好 公司的公告也好 还是像是这个一些hot corporate 就是本地的澳洲本地版本的 这个东方财富也好 其实CSL目前来说 没有什么官方方面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 关于他目前的疫苗也好 或者说 这个血浆治疗的这个方法也好 那目前呢 他都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announcement 就我们说的公告的 那唯一需要等待的呢 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下 是8月19号 也就是下下周三的一个公告了 没错吧 下下周三 对 下下周三的一个公告了 那现在呢 是我比较会去等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CSL其实说实话 他从之前的最高 这个今年年初3月340块钱 跌到了现在270块钱 那我一直会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长期 我非常非常看好的 一个公司 那并且呢 我自己也 因为我这边还是要去 讲清楚我自己的一个情况嘛 我自己也持有CSL 所以呢 如果你听我这段话的话 那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去做判断 因为我不是说根据 我自己买了这个股票呢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买它 对吧 我是站在这个评价CSL 它本身的一个情况下 它公司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司 那即使我看到它的价格回落了 我都会去尝试去挂单 那像是上一日这个上个星期 我看它跌的话 我最低是挂到了260块钱 但很可惜 没有到达我这260块钱的价格 那这两天呢 就反弹了 所以说呢 如果很多啊 这个还是在观望CSL这个股票的 这个咱们的客户呢 又很喜欢 或者说很想要拥有它的呢 那就可以把它的下跌的一个 下跌的信号呢 当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场点 OK 那这个的话是CSL的情况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LYC 对LYC呢 其实我自己啊 也是真的是非常关注 从去年开始就关注啊 但是呢 它一直呢 就是整体来说哈 尤其这两天确实没有让我失望 终于呢 让我这个账户呢 开始有了 这个正向的盈利啊 因为我之前买的价格相对比较高嘛 但是之前跌的时候 我没有怎么补 所以说呢 导致我的平均价格呢 也比较高 但是这两天啊 真的是让我神清气爽 看到这个LYC三个字就非常的开心 那LYC也是我一直强调的 这个中美贸易 或者说中美之后政治博弈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 但是呢 从目前的一个价格情况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两块七 两块八左右的位置呢 LYC是承压比较大的 尤其呢 这个三块钱以上 至少目前来说 起码要突破 突破 两块七 两块八的一个价格压力位 才能够说有上面的一个空间吧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OK 然后呢 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OK 我看到有大家问说 关于交易短信是针对当天日内短交易吗 那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的交易短信呢 因为我们交易短信是每天都会更新的嘛 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当天十点钟左右来收到 所以呢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给出的交易短信都是短信内的 可能是日内 或者说隔一两天这样子的一个交易策略 那除非是我们会写说长线看涨或者怎么样 那大部分情况下都是 这个刚刚说的这个长线的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这个短期的日内 或者说几天内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情况 那我看一下 到顾比倒数宪法可以入场播CSL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学以致用啊 我也没有试验过嘛 我不知道会得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这是CSL的一个图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那在这一波呢 下跌趋势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在4月份之后呢 到现在也就差不多4个月 3个多月4个月的时间呢 CSL这一波呢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他下跌的趋势当中呢 去找一个下跌趋势里面的最低点 也就是昨天啊 这个上周五的一个最低点是267块钱 往前数两根线 那并且呢 最高价必须要比这一根A呢 要高的 那这个呢 就成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啊 7月30号的这一根这个 这个蜡烛 蜡烛呢 就是他最高线啊 他的竹锡呢 确实是比啊 这个A的最高线 最高点要高的 那这个就成立 对吧 那这一根呢 就是不符合了 刚刚也跟大家解释过 肯定不符合了 那这一根呢 OK 就是符合了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个就是1 这个就是2 那以2的最高点呢 向右滑一根线 我们可以看到 是在279块钱左右 那如果呢 这个价格呢 能够突破到279 并且站稳的话 那么啊 我们可以看到 CSL可以作为一个 入场的信号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昨天呢 没有站稳 对吧 昨天 他是最高价 虽然可能是到279 但是呢 收盘的时候回落了 但是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价格是在 283 并且收盘呢 也是收在了 283的位置 比那个向右滑的 279要高 那所以呢 用CSL 用这个顾比 倒数宪法来看的话 CSL呢 目前可以作为 是一个入场 到这个入场 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入场点 OK 那现在已经 9点10分了 我们抄了10分钟 那不好意思 给大家脱糖了 那 最后呢 也是希望 大家呢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明天的 这个活动 节目的最后 就是祝大家晚安 然后 身体安康 在这段时间呢 也是多花时间 陪陪家人 如果没有跟家人 在一起的话 也可以给家人 多多打个电话 好吧 那就先这样 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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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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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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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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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